都强调两次了车上没有水 但喝得醉醺醺的男子 却还以为自己在酒店消费是大爷 突然男子猛然朝救护员一踹 算算时间出脚跟骂三话一秒不到 没有留意根本难逃这样的逆袭 好在当时有这样一包厚厚的急救包 放在救护员的前方 帮忙吃了这突然一踹 监视器拍下事发经过 事实上男子还有个同伴 而这男子用力一踹救护员时 同伴刚好尿急 左摇右晃跑到车后方的草丛上小号 只不过大从接到这名罪汉 不仅对救护员 连一开始到现场的远警 都对他很头痛 你走开 发生车祸 人还受伤 男子就还是要硬撑耍赖 酒驾跌入水沟 酿车祸又不配合远警 甚至对救护人员洞出 男子最终酒撤职0.69 除了进医院还被依公共危险罪 依送法杯 这个严智宇台湾报道